梦幻第一鬼将大唐 万平口之看海的小宇 大唐官服作为弟子最多的门派 府下的名将不计其数 其中有一位玩家被称为鬼将大唐 他的战斗录像第一大唐看海的小宇 稳居下载量第一名 即使他没有夺过复战冠军 但他的战术和打法至今影响了五神坛 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 让我们回到2008年 小宇开创了四宝一阵容 顾名思义 就是四个辅助保护一个输出单位 能够顺利出手 对输出单位要求十分苛刻 曾有玩家爆出 他的伤害达2700之多 并且四辅助军配友起死回生 拉起大唐就可以直接横扫 同时也成为骷髅大唐的定机人 在万平口与金沙滩的比赛中 他打破了所有玩家对大唐的认知 当时以小叶作为主流的PK卡片 而小宇选择了减伤10%的鬼将卡 一个破穴点杀方寸 一个平坎5700放倒大唐 至此之后 鬼将变身卡成为了暴力大唐的象征 小宇是一个极端主义者 不管对战者是谁 都已不变应万变 永远的龙镇 永远的四宝一 永远的五号位 永远的大唐 成名后 很多玩家对录像提出了质疑 面对流言蜚语 小宇选择了删除角色来回应大家 但经过大大王查阅资料发现 对手逍遥月魂曾在全服大唐经验排行第26位 即使不算顶尖的存在 每个服务器也不会超过五位 作为逍遥月魂的队友也不会太差 你觉得呢